这一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天仙尸骨 我们不会也死在这儿吧 六合禁地果然明不虚传 就是这里了 在这里 可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 此地笼罩着一个无形的阵法 就算天仙修士经过 也很难察觉 这才是真正的入口 不愧是秦南老兄 此地凶险万分 就让我打头阵吧 巴要你个混蛋 分明是想抢占先机 还说得这么冠冕瘫皇 我们也赶快进去吧 好 怎么会这样 这里都是还未孕育成熟的 冰魄麒麟和六锦仙玉 看来我们只能去下一个地点了 本少爷没猜错吧 此地果然又天才地宝 只不过是被阵法隐藏起来了 你们是何人 鹅头显胜 他们是仙灵一族的人 据传闻 他们的实力可以排进百大古族前二十 你们几个能发现这里也算有几分本事 今日本少爷心情不错 你们可以滚了 此地是我们先发现的 该滚的是你吧 先发现又如何 这世间的天才地宝 哪个不属于我们仙灵一族 既然你不失抬举 那就看看 你能拿什么 挡下我们十几个人的攻击 对付你们几个 想迟 想猜一敌 少爷你没事吧 你居然 你们九人施展秘法 脱中了小子 我现在就带少爷离开这里 现在想跑 太迟了 怎么回事 你要干什么 我告诉你 我爷爷可是九天至尊 还敢回袭 大爷我今天心情不错 放你一马 居然敢如此羞辱我 等着吧 少爷我一定灭你满门 灭我满门 我看你是 就打 秦南 这种小喽啰用不着你出手 我替你狠狠教训他 你不要过来啊 阿弥陀佛 罪过罪过 让我看看 这小子身上有什么好东西 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你小子不是心灵一族二族长的儿子吗 怎么这么穷啊 这不能怪我 我找到的东西全都上交给组织了 老实交代 你们到底找到多少宝物 这个 你们就别向着强强了 我们族中的盖世霸主和九天至尊 还在外面等着呢 真没用 不如灭了算了 别别别 你们还可以拿我做交换啊 冰魄机灵 六击险月 要多少有多少 拿你去做交换 想让我们自投罗网吗 就知道你没憋什么好屁 去 被看穿了 没别的要说的了吗 那么 我就送你上路了 等等 我们几个人 可以联手施展圣灵印 只需要五日 就可以让此地的半成品 全部成熟 圣灵印可以加快天才地宝的孕育速度 这么说来 我的主灵印 催化效果应该更强 不过 在成为九天之尊之前施展主灵印 绝对会被仙灵一族针对 又找个借口 把他们支出去 大一变将近 五日恐怕来不及了 八幽 我有个法子可以试试 你们先将人带出去吧 搞什么啊 神神秘秘的 秦南道有形式 自有他的道理 我们先带这几个人出去吧 以防万一 大事先不下禁止吧 但愿主灵印达到的效果 能够如我所愿 太好了 这竹灵印果然非同幻想 只需百息 就能催熟冰魄机灵 和六锦仙玉 接下来 遇到半成品 也能全部收入囊珠了 秦南 情况怎么样了 我已经找到了 催熟冰魄机灵 和六锦仙玉的方法 太好了 不愧是秦南 至于你们 这次先放你们一马 但是你们十一人 必须发下仙魔道士 承诺绝不能透露这里发生的事 我发誓 我立刻发誓 这些东西 你们暂时用不到了 可恶 不能用令牌搬救兵了 不要擅自离开这个法阵 否则 后果自负 还是秦南考虑的周到啊 我们走吧 接下来 我们兵分两路 去玉检上标注的 其他矿脉碰碰运气 就这么说定了 明日午时 我们在这里会合 好 那些家伙倒是谨慎 为了守住天才地宝 居然在这种地方不想尽职 那就看看 不能挡住我 是妖兽